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实际上已趋饱和 早期的传统厂商与店面都面临转型 目前产业正在朝更专业 以及更精致化的路线发展 一直以来跟国外都有很多的接触 我们也进口很多国外的业务 所以这次的展览呢 我们除了跟美容师有直接的接触以外 我们还有和国外的客户 很多都会在展览上面看到我们 那顶尖一直以来都对于 把台湾的美容师推向国际 这样的任务是不遗余力 那台湾的美容师他们技术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国际都能够看到 台湾的宠物美容师 他们这么优秀的技术 以及我们国内这么优秀的宠物美容店 洗剂类是宠物产业中最竞争的一部分 从早期的天然类型 到现在热门的医美类型 毛小孩四族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只要健康 干净 更要毛发美丽 因此洗剂类型也越来越专业 我们只用泡沫 这么细致的泡沫 去覆盖在狗的身上 会达到它的清洁的效果 因为当过度的搓洗皮肤的时候 它的皮肤也会遭受到刺激 也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公司的产品 就是会让它的毛质很顺 好搭理 照顾起来很方便 因为像这么一只体型这么大的熬犬 它不管在梳理方面 或者是整理起来 都需要一个好的产品 我们才比较好方便照顾它 在帮毛小孩洗完香喷喷的蓬蓬之后 如果不帮毛小孩们把毛毛吹干 可是会让他们感冒的喔 但要怎么让毛小孩一直保持 刚美容完美美的那种样子 有一台好的吹水机是不可或缺的 吹水机 扫水机跟吹风机最大的差异点 就是扫水机是快速把水器给扫掉 它的风力非常的大 风力非常的强 这种的话是用来拉毛用的 就是宠物美容师 你们把狗带到宠物美容店出来泡漂亮亮的 毛蓬蓬的就是用这种吹风机 扫水机是快速帮大型狗 或者是一般巿主在家里用的 是用这种扫水机 那差异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需要热风 这个不需要热风 随着室主的观念与知识增加 很多室主也会开始购买专业的设备 从前只有专业美容师用的设备 现在越来越多的室主自行购买使用 因为他们的松丝的皮肤很容易过敏 然后很不好照顾 那因为顶尖的洗剂纯天然的 所以不会刺激他们的皮肤 所以才有办法说毛固的这么漂亮 包含他们的吹水机 因为松丝的毛有两层以上 所以一般的吹水机其实都吹不太开 那顶尖它的吹水机 那个马力够强 吹下去它整个都开掉 连皮肤有问题都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说要照顾他们 好的洗剂跟好的工具都很重要 帮毛小孩美容 其实就跟帮自己化妆打扮一样 洗 裤 吹 梳 都不可少 为了让毛海养出美丽的毛发 时间与耐心都很重要 可以看到毛非常的长 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柔柔 亮亮的 那基本上我照顾它的话 我大概两个礼拜洗一次澡 然后洗完之后呢 平常的保养我都是用树枝 这种丙梳 然后还有蒸梳 我每天都会这样子 从头到尾把它梳一遍 这次展览 当然我们有很多支 已经深受国内人士喜爱的品牌 那另外我们还引进了一支 完全是以工艺为主的新的品牌 是从巴西代理进来的叫做Vips 它在巴西的时候就是以资助助人犬为主要的理念 那因此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以这样的理念继续发扬下去 和导盲犬基金会 汇光导盲犬基金会合作 然后把这支品牌所有的净收入 都是资助给他们 我们希望以此呢 让国人去看见说 宠物不只是放在家里 他们还有更多能够去 去帮助别人开发的潜力 那这方面当然也是需要很多人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希望以这样的理念做抛砖引玉 作为国内第一支完全以工艺为主的品牌 希望引起国人对这方面的关怀 在生活富足的现代 养宠物陪伴自己与家人 是许多人最佳的选择 但重要的是 既然毛小孩是家中成员 就必须以爱心与责任心对待 因为一个生命是需要很多时间与精力来照顾的 因此饲养之前 请务必先做好功课 才能让四主开心 毛海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